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這幾天因為震災 有很多溫暖的新聞 看了不禁會讓你熱淚滿框 所以今天我們要回顧一下 像是在九曲洞背出了受傷遊客的家務英雄 一個人救死一個人的希臘籍的女婿 他娶了臺灣女兒 來到臺灣跟岳父岳母一起去玩 結果因逢際會救了這麼多人 還有我們看到了一下飛機 馬上要求要去災區 要去救災的土耳其收救隊 還有看到了奔落土司隊裡面 找到了罹難者遺體的 那一隻勇敢的收救犬 Roger 我們在這裡看到這麼多溫暖的新聞 我們要來回顧 我們還有再向這些幫助臺灣救災的英雄們 致上最高的敬意 要對在這個震災裡面 因為不幸往生的同胞們要致上最大的哀悼 另外我們當然要檢討 檢討富坤齊 他在上個禮拜貼出了家裡的影片 結果他說他家裡很亂 因為地震東西都震下來了 結果PO出來影片一出來 他想要討取大家的同情 結果反而看到了原來這一片 可以說是如山如海的禮盒 這個禮盒都是非常非常高級的 讓大家不禁講 這個禮盒不可能你自己買的吧 你不能買這一堆禮盒吧 那這禮盒是怎麼來的呢 大家在問的時候 他趕快下架了 另外隔天 他在受訪的時候 嗆大家說 哎呀你們不要再講我禮盒的事 這是兆口業 霍元子孫 我要問 當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會不會把這句話 全部回溯到你自己的身上呢 另外我們看到國民黨 他竟然說三特別預算 這件事是民進黨造謠 可是真的是造謠嗎 我們就從法律 預算法裡面的規定 來讓大家看 尤其今天我們看到 有個媒體叫上報 上報裡面 陳嘉宏的專欄裡面 寫的可真好 我不禁要替他宣傳這一篇文章 他寫了比法律人還要專業 比會計師還要專業 我也要把這篇文章重點來告訴大家 國民黨 刪這個特別預算 如果真的在前面 就給他們刪掉的話 請問傅君奇 你這一次三億的預算 馬上要給你 你怎麼來呢 就沒辦法給你了呢 所以民進黨沒有說錯 國民黨反而硬拗 這些問題都值得大家來探討 所以相關的議題 我們要好地來討論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王世堅 阿堅 勇哥好 大家晚安 我們財經專家 徐清王 清王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立法委員的榮譽顧問 我們的 謝謝 我們的陳柏惟 柏惟 大家好 謝謝 再來我們的時事評論委員 溫朗東 大家好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我們台灣 智庫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 我們吳瑟智吳老師 吳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們的國民黨前發言人 我們的蕭靖妍 靖妍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看到了 讓我們熱淚盈眶的 稀寶國小五十九個私生 繞半個台灣回家 因為要從台東 繞高雄再繞回來 正後孤島 斷電受困四日 居民援助空投物資 樹下散客 考完其中考等等 八八風災的家務英雄 奈夢傳又現身花蓮的震災 九曲洞背出了骨折的遊客等等 真的 這些人總共家務部落三名同伴 和他一起 救出了上百名的村民 被稱為家務室英雄 我們看到了 要贏特殊英雄回家 陳其邁 看我們的高雄市長 陳其邁自協頒加菜金 陳其邁是九十度的 像我們這些特殊英雄 高雄市的特殊隊 跟他們謝謝 那高雄市的特殊隊在這一次這個月 剛好輪植到 他們如果有災難 他們是第一時間要出發的 各個縣市都要輪植的 剛好這個縣市輪到 這個月輪到他們縣市輪植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謝長廷認出收救權 Roger擰權員 占他第一線的奮鬥二十年 這個擰權員就是帶著 Roger的這一個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謝長廷對收救權等等 他有多大的努力 可能人家不知道 我在這裡簡單先講一下 再讓大家了解 我們的譬如說導盲權 導盲權訓練一次導盲權要一百五十萬左右 大家聽起來會嚇一跳 所以我們看到盲包帶著一隻導盲權 那隻導盲權訓練要訓練多久 要花一百五十萬左右 所以這個導盲權民間的訓練機關 大家知道是誰開始做的嗎 謝長廷 我在這裡讓大家來了解 所以我們看一下在薩卡丹 當現在土耳其 他們開始這些3D的無人機 要開始去收救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薩卡丹 再收救相關的畫面來 薩卡丹步道的搜救行動 有新進展了嗎 黃色帽子位置處 那邊味道非常濃烈 林犬員剛好帶薩爾森下來 搜救權威爾森在大使快堆中 跑上跑下不停來回搜索 這裡是步道的0.85K處 位於遊行一家五口的0.5K處 新加坡夫婦可能會在的 5間屋1.5K處的中間 搜救隊員不敢大意 第一時間利用搜救權下去做搜索 但是就是也是沒有發現 另外一組搜救人員 那他們就是有6位 那進來跟我們輪替這樣 然後針對那一區的熱區進行搜索 因為不排除可能是 有可能是動物或者是 就民眾 陣後第六天魚鎮不斷還有5人失聯 搜救隊繽紛兩路救援 一組7人3犬 輕裝途步到5間屋 而另外6名搜救人員 持續在0.5K搜索 挖土機也成功進到重災區 卻遇上大麻煩 眼看遊行婦女兩人就在前方100公尺處 但怪獸卻無法繼續往前推進 就是因為眼前的這塊大石頭 有兩層樓那麼高 現在只能想辦法繞路 旁邊是深潭 那怪獸目前現在是過不去 那我們出來的時候 他們怪獸司機 他們現在目前是在討論在燕商 要怎麼去克服這個地形這樣 我們應該還是做到天黑 陡峭山壁增加救援困難 除了沙卡當步道有人失聯 和人綜合礦場也有一名失蹤員工 但廠區已經有大面積土石崩落 下午想要開挖又遇上山崩 中落點是從更上方 那我空拍機拍不到的地方 我們也不敢冒險 先把人員先撤回到安全點 搜救隊分秒必爭 希望趕緊找到人 讓失聯的家屬們 能早日放下心中大石 我們看到這些救難英雄 多麼的謙卑 其實救人的人 每個人都真的非常謙卑 因為只有服務的心 謙卑的態度 他才會去救這麼多人 才會不顧自己的生死 這個都是要經過一般的人格的陶冶 我們來看 一人救十一人 希臘籍的臺灣女婿 他哽咽地說 我只是幫 我沒有救 你看多麼的謙虛 他說我會這樣子 災難當下浮現的是四十年前許下的同軍諾言 就算艱難且別無選擇 也要讓大家平安脫困 看到這一個 我實在是忍不住 因為我也是同志軍 而且我是有墓葬的 我有兩個墓葬 我接受過墓葬訓練的 墓葬御訓跟墓葬訓練的 所以我看到這一段話 真的是非常的感觸跟感動 那另外土耳其無人機 禁災區建立3D的影像 土耳其搜救隊挺進災區 隊長說回報臺灣 非常的榮耀 菲律賓駐台代表赴花蓮災區 探視一千四百名非國的移工 所以你看大家多麼的感動 可是在這個時候 家中一片狼藉 哇 家裡全部倒了 可是倒下來都是禮物 這些禮物絕對不可能是一起買的 因為一起買不會是這樣子 不同的不同的都不一樣 而且這禮物 大家如果把它放大看 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結果李河山散落被酸爆 復工局說 哎呀你們兆口業罵我李河山 你們會後援子孫 那他自己趕快把影片刪掉 大家一直在想 他說自己一生當中光明磊落 我當了九年的縣長 一千四百萬的薪水 我都沒有擰過 每年捐助都在進行 個人的慈善基金 有從不接受社會捐款 你相信嗎 所以網友就說 他的政治生涯都在收禮嗎 貪得無厭 這個大家相信嗎 所以有人說 有一些魚肉相鳴的人 有時候他會做好事 他會捐錢 富工局當現場沒領薪水 律委說去非法炒股 而且他炒股曾經被判 現在又一個大問題出來 富家被打卡 九五至尊的禮品大樓 他九五至尊的林北老師 因為他的這個房子是九樓半 總共十樓 但是十樓是一半 所以叫九樓半 叫九五至尊大樓 很多人搞不清楚 為什麼叫九五至尊大樓 我解釋給大家聽 網發現這物品 與香蟹大道相同 香蟹大道是當時黑白石磚 疑似與香蟹大道黑白石磚相同 香蟹大道當時是用了好幾億的預算 在花蓮的他的夜市所鋪出來的一條道路 奇怪 夜市鋪的道路 跟你家買的食材會一模一樣 大家覺得很奇怪 所以朗東看到這些溫潤的故事 令人感動 對啊 這民間的這些人士 真的是非常的這個英勇 像這個希臘局的臺灣女婿 他在白洋步道這邊 因為我兩三年前 也有去走過白洋步道 他在一個民隧道的一個入口那邊 走進去別有洞天 一層一層經過幾層 最後就到達一個像水田洞的一個地方 但是在發生這個災害這個時候 他在搶救上就變得非常困難 因為那邊不只是這個汽車 連機車都進不去 所以說這個地方的話 會變成是說他一個人 可以救到十一個人 身上剛好就有所謂救難的這個繩索 那事後在訪問他的時候 也是非常的謙虛 說他只是做到 他應該可以做的這個事情 也就是盡其所能的 去發揮救人的一個精神 把自己的這樣的一個生死跟逃難 放在很後面的這個位置 可是反觀 這個其實在花蓮縣 副家已經執政十幾年了 卻讓人非常錯愕的是說 副昆奇用一種像是討拍的方式 放出他家 說他家裡面的這個東倒西歪 然後他沒有地方住 要去住民宿 他就覺得畢竟奇怪了 你家九層樓高 被九五至尊禮盒大樓 結果裡面九層樓全部都是禮品嗎 真的每一層樓全部都禮品 然後一個地方都沒有辦法住嗎 那這些充滿了禮盒的 到底是買來要送人的 還是別人要送給他的 不管是哪一種可能 都跟人民的一個狀況 是相差非常的遠 所以非常多的一些民眾 包含一些災民就質疑說 這個在花蓮執政十幾年的家族 你家怎麼會這麼多禮盒 這好像就看在很多 無家可歸的災民眼裡面 心理是非常不好受 結果他就一直在刪文 網路上就把民眾文章刪刪刪 刪到後面刪無可刪 一氣之下 把整篇文章一起都刪掉 刪完之後還不止 還說什麼你們才在講我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照口也會獲言子孫 好像講的一開始 造成大家發展的這件事情 跟他沒有關係一樣 而這層樓旁邊 就所謂剛剛講 黑白相間的這樣的一個磁磚 然後這幾個黑材石磚 被人家發現是說 跟所謂香蟹大道的黑白花崗石磚 長得幾乎很像 當初的時候 這個一公里的香蟹大道不到 就經費有4.5億元 而且還說這個白色跟黑色 分別是從中國跟印度進口的 那奇怪的是說花蓮就產食材 你不用花蓮的食材 你跑去跟中國跟印度買食材 應該鋪這香蟹大道幹嘛 那更詭異的是 那這香蟹大道用的黑白花崗石磚 為什麼跟他家蓋出來這個豪宅旁邊的石頭 竟然是長得一模一樣 中間到底是說他要這個石頭 所以才去蓋香蟹大道 還是香蟹大道蓋剩了之後 他再跟廠商去拿 這不清楚 這要傅昆奇 自己要出去來說清楚 講明白 所以我們看到說有些收救權很可愛 然後有很多救人的英雄 我們的特殊隊這個很溫暖 土耳其也跟我們回報 但是在花蓮長期執政的富家 卻是讓人覺得非常的一個心寒 在整個救災過程當中的話 想要做這個媒體公關 卻暴露了他們家 其實是禮盒遍地 那一棟大樓叫九五至尊大樓 為什麼叫九五至尊 我再講一遍 因為他十樓只有蓋一半 那蓋一半就有很大的一個頂樓的路臺 就很大的路臺 所以叫九樓半 九樓半 所以十樓有夠讚 有這麼十樓有夠讚 因為前面就是一個很大的路臺 就是九樓的屋頂 頂樓 九樓半的房子 每一層應該有 至少可以有兩個公寓大 一般我們一般人的兩間公寓大 那假如這樣子等於是 假如兩間公寓大的話 那就是十八家 十家半城 十九 十九間公寓那麼大 竟然會說沒有地方住 所以網友說 蛤 沒有地方住 連一個房間都沒有 那你們所有的地方都擺滿了這個 的確看到他PO出來的影片 嚇死人了 親王 我記得傅昆琦曾經PO過一個臉書 他說他爸爸也是公務員 爸爸有跟他說 不可以收禮物 可是難道這些禮物都是買的嗎 因為他說他都聽他爸爸的話 他當官都不收任何禮物 這是他爸爸叫他的 可是這些禮物難道都是他買的嗎 而且買的都是 但是這些一看都不是同一個時間買的 你看這個是Blue Label 我只認得我只認得這個 其他這個我知道 這應該是普爾茶 還有茅台 茅台是不是 對不起我看不太懂 反正我會很貴的 茅台現在非常非常貴的 一瓶有的是上萬以上 怎麼看 永哥第一個 這個其實沒那麼複雜 這個關於九五至尊大樓 基本上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蓋了九樓辦 九樓辦的意思就是說 他因為他十樓只有蓋零點五 那其他都是一層樓 一層樓一層樓 所以叫九點五樓 九點五樓 當然就得九五至尊嘛 所以這個可以把他這樣直接理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永哥所提到就是 傅庫吉在這一次引起的爭議 就是在於說 就是他在講說 地震看起來他有影響啊 他影響是 他把這照片PO出來 PO的是他這個禮盒 撒滿地的照片 那你PO這個照片出來 好 你要PO這個照片 照告訴大家說 你家因為受地震衝擊 這也沒關係 但他是說 因為他家呢 受到了衝擊 所以他沒地方住 沒地方住 他們家沒時間收拾 沒時間收拾 所以他要去住民宿 那這段話 當然網友聽了之後呢 當然就覺得 槽點滿滿 什麼叫槽點滿滿 被吐槽點滿滿 第一個被吐槽到眼皮 滿滿是說 好 永哥 如果是他要送人家禮物的話 永哥 通常我們送人家禮物是 比如說我一次 好 我買了這個20盒的太陽餅 20盒的太陽餅買去送人家 所以你理論上要去送人家禮物呢 這上面應該大多數看起來 都是同一種東西才對啊 那可是看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 這上面的禮物 一個一個一個 大家長的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拿去送人家 這其實聽起來怪怪的 因為我們送人家通常都是一種東西 一次買一堆 然後送給不同的人 這看起來比較像是人家回送給他 有人是這樣幫他解釋啦 那如果是回送的話 那這看起來收禮的這個數量 還滿驚人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傅昆琦在這件事情裡面 另外一個爭議是說 他PO出來之後 因為引起很多網路上吐槽 吐槽到後來他自己把他刪文 刪文的時候引起大家後來去想說 送禮物這件事情 傅昆琦以前好像也有談過 談過什麼呢 談過說 他最難忘的人是他的父親 因為他的父親呢 把送禮包的這個廠商給轟出門 那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結果你知道 大家去盤了一下 過去傅昆琦的家族 傅昆琦的爸爸經營的事業是什麼 他的父親經營的公司叫做凱聚 那凱聚呢 他做的是磁磚 那現在是一家建設公司 那凱聚呢 當時傅昆琦的爸爸是負責人 然後所以你看這一則新聞 這一則新聞告訴你 花蓮現場傅昆琦的父親 傅昆琦 八十九年的時候 擔任凱聚公司的負責人 涉嫌為了支撐凱聚的股價 以做假贓的方式 虛增營業而造成凱聚損失 所以違反證交法 被判刑嗎 被判刑啊 所以這是當時你看新聞都報導 出來的事情 可是他報導說廠商送禮 他都會把他退回 他退回 對 他退回廠商送的禮 但是他違反了證交法 這個 這個人格是有點對立 然後然後然後 同樣因為是凱聚公司 等於是他爸爸的公司嘛 所以當然你可以說 傅昆琦當時的這份呢 像是凱聚的哨東 是不是 就傅昆琦自己呢 在違反證交法的過程裡面 叫做內線交易嘛 你知道凱聚也是他其中一家 啊因為自己家比較熟的公司 可能內線消息比較多 所以等於說傅昆琦在寫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或是他貼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呢 對網友來講 要找到能夠打臉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然後也引起說 這個網友呢 這個再進一步再往下爬的時候更多 為什麼 來再看下一個爭議點 因為你主動挑起了這個戰場了之後呢 大家就看下一個爭議點是 剛剛永哥所說的九五至尊大猶在這個地方 你看網友連他們家的這個地號 這些都起底出來了 這件事情我跟你講 網友的傳播呢 比之前呢 范昆他們之前在講的時候傳播更廣 什麼意思呢 之前傅昆琦家族被講說 這裡是他們家的豪宅 九樓辦的豪宅 這邊有一塊國有農地 變成他們家的停車場 豪宅停車場 上面鋪了鋪了鋪油路面 那你想說國有農地耶 這個不是你的私有地耶 國有的 國有的 國有農地 而且這件事情在去年的時候 范昆他們有出來提報過這件事情說 你傅昆琦家裡面 你怎麼可以 你們家都蓋這麼大的豪宅 旁邊你看這塊土地 重點是永哥你看 這一塊土地喔 國有農地旁邊這塊土地 這個土地是徐真偉的 這塊土地是他們家的 你們家的土地不當停車場 你跑去拿旁邊國有地來當停車場 跑去拿國有農地當停車場 說得過去嗎說不過去嘛 所以這件事情網友在旗底復婚旗的事情的時候把這些事都拿出來 但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很簡單 在這時間過去大家都在看什麼 大家關心的救災 關心的進度 關心的花蓮嘛 而過去這段這幾天裡面有太多讓人家感動的事情 包括剛剛前面我們影片給大家看 連土耳其都派搜救隊到台灣來 協助台灣在不容易深入的花蓮的災區 去做3D的建模 這為什麼重要 各位你看這張圖 這張圖取得不易耶 為什麼取得不易 永哥去想一件事喔 通常災害地震發生了之後 現場的地貌是不是會有改變 改變的時候 我們的救災弟兄能夠第一時間掌握嗎 很難 很難嘛 非常難 因為你沒有人能夠深入到裡面去嘛 是到這個時代才有無人機的技術嘛 那無人機的技術做最好是哪個國家 無人機做最好的國家之一喔 在烏二戰爭的時候證明他們是做最好的國家之一 就是土耳其 然後呢 你知道這個建模的技 這個建模的技術呢 跟我們台灣自己就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台灣自己的光學技術好 然後鏡頭的技術好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運算的速度 CPU的效能 GPU效能都好 所以我們搭配土耳其無人機的技術呢 就能夠把這些救災弟兄 沒有辦法看到的現場的地貌的改變 把他給建模出來 我請教當過內政部長勇哥 這件事對我們的消防弟兄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因為以前做不到啊 以前很難做到 要救人的消防弟兄 一定要先確保自己的安全 對 你自己安全才能救人嘛 是 我讓大家知道 我們所有的部會裡面 只有兩個部會有飛 兩個部會有飛機 第一個當然大家知道 就是國安部嘛 國安部的飛機很多啦 戰鬥機 轟炸什麼都有啦 一大堆飛機 可是其他的部會有飛機的只有內政部 有空群總隊 但是我們的直升機這幾天 我跟大家報告 他們也可以去照相 可是第一個照相的設備沒有這麼好 這第一個 因為他們的目的不是在航側的 對 他們航側也是工作 可是黑鷹的不是在航側 航側另外有一架定義機 但是可能設備比較老舊 第二個就是說黑鷹也可以航側 但是因為現在黑鷹太忙了 忙在什麼 忙在救人 對 要把人救出去 幾百個人 六七百個人 失聯的 現在叫留置的 要把他們救出去 所以黑鷹直升機 現在非常非常的忙 所以這個時候 土耳其的這個照相 對我們消防的弟兄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而且對我們的救災人員來講 本來不知道現場狀況長什麼樣子 透過這個建模之後 就可以知道長什麼樣子 所以還有六個失蹤還沒有找出來 對他們來講 失救當然就增加很多的幫助 好 這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這位希臘女婿 我們前駐紐西蘭的這個代表 她的女婿 她的女婿在這過程中救了十一個人 那她救出來的時候呢 她是用這個繩索的方式呢 把裡面的人呢 一個接一個的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還裡面本來還有五 一家兩大三小沒救出來的 他們也去這個 去最近的派出所去報警了之後 把人也一帶救出來 這些都是過程中 我們看到一個接一個暖心的故事 這些我請問各位裡面有沒有政治上的計算 當然沒有 誰知道 是嘛 淪陷的人到底是藍 是綠 是白 是紅 沒有人知道啦 對這裡面不但沒有政治的計算跟攻防 這裡面還讓我們看到了一件事情 人跟人之間互助的溫暖 因為我們去年幫助過土耳其 所以今年土耳其來幫我們 土耳其幫我們的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原來我們雙方的技術是可以合作的 你要知道深入到我們講沙卡當大的災區裡面去 訊號很多是不通的 但土耳其的無人機技術就是有辦法 一臺接一臺把影像連結在一起了之後 讓這個完整的3D建模可以呈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感人的這些一個接一個人與人的互動之下背後 那你又看到了複雜的政治攻防 跟傅昆其所貼出來這些內容 當然很多的民眾看了之後會對他非常非常的不滿 也非常有意見 其實傅昆其他的影片不是只有一個房間 他是一個房間接一個房間 這樣整個走廊這樣過去 全部滿滿的都是禮物 我真的是不敢想像 我真的不敢想像 所以Thank you 欣賢喔 不然怎麼欣賢 這可以睡不著 他也睡不著 其實你注意看他 他剛才有幾個說 說了不夠照顧 他說 傅昆其說 爸爸把送禮包的 送禮的包商 封出門 但是他不說把雷拼封出門 你東西就有帶來 你人先走 你東西可以放 他不說把東西送禮包 說霸江送禮包商封出門 我的理解是這樣 你也是要經過太多 人根物分離就對了 人不好進來 人進來遇到 難看 你來我們家裡找事情 東西帶來 就不要再割回來 手會痠 讓他們先回來 人流下去還要請吃飯這樣嗎 不然我不知道 傅昆其的事情 傅昆其要自己回應 但是不必要啦 你要討論你的 你所在地 在地區發電 財政很嚴重 要跟大家說 邀請大家來關心 當然他本身就要關心嘛 但是你遇上遇到一間 這好像不合適 小房間 哇 你就放雷拼的 房間就比別人家家家比較大 大家看的不平衡嗎 大 很多 大 很多 車道的東西好 這些東西 如果買不可以 拿去打架 譬如說這Blue Level 這如果一公升可能下車 三千六 沒有啦 七百才三千六 七百CC的才三千六 你如果一千CC的不拿啦 我雖然沒有喝酒 我喝酒 但是價格我知道啦 有人說你怎麼知道 十七樓跳下去 要不要跳看看 不用啦 大家也知道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如果不可以 救災就夠啦 也許就夠啦 也許啦 沒有啦 我常說 國民黨的都很厲害 我有時我也不知道要用什麼心情和態度去看 現一 那個公司的規定是這樣か 以前我們家二十八坊 我就選你 的 你怎麼知道 我是跟你們說了 國民黨的嘛eau 的四百ажд 有聽到台中的青...幾青白 有那個... 引導國有地點來做停車頂的 還有農地上面種芭蕃蕃蕃 食指那個也是大經的 就...都...都這樣嘛 就是房子還有大經 不能代表國民黨選立委嘛 等下我來問政院看 所以他會選立委 不然我沒有機會 不然你沒有機會 所以你要看那個... 店名...店店的 你要看大經都會動選哦 你怎麼...你選起來都跟店人 不管他也是都交動選哦 這樣哦 這就是吼...我後來我自己的判斷 其實在政地上... 政地上你的市場... 欸到底什麼 竟然你家幾坪啊 十...十幾坪而已 你吃拼了 你吃拼了 你要代表國民黨選立委 我看了五十年沒有啊 別人這樣說 後來就要選了啦 你以前講這麼多人 他剛才要過的 還要穿過人過的 還要很久的時間 你所在地在哪裡啊 招了嗎 食指 沒有啦 食指啦 他之前在台中跟我吃過飯 老家... 老家... 老家嘛 所以他要選到他已經看不拼了 你要看要等多久 所以你要看 他們這國民黨在市場的時候 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 我顧一半的人比較多就好了 就是說... 你要看... 路勒在剖...剖刀... 剖刀... 剖刀...剖刀... 剖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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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六千台的台南人照顧 就不是說民進黨會贏 國民黨會贏贏 分開 市場的理念不一樣 做法不一樣 剛才... 勇哥說到搜救權 我很有幸福 因為那個時候... 責重點... 老市長... 在高雄市... 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有關心這個新聞 離空空四年的時候 開一個記者會 我看得很深色 台灣近年... 在開始中時... 這個救援刀 離空空四年的時候 他開一個記者會 跟大家說明年... 高雄市政府 就是空空年的時候 要跟韓國的三千集團 來簽約 三千集團包三包 還有什麼東西都做嘛 為潛水艇做到... 做到飛雲圈 做到飛雲圈 所以他們還有開一個 叫做搜救權訓練中心 這個時候... 兩邊來簽 為了條件 那也不算條件 算算算 未來國際如果有需要 高雄市都會出來到三天 這件事 都不會看到 在大家發現的 這是近年 土耳其大地震 有二十三的收救員 跟二十三的收救權 待命遲遠 去到土耳其到三天 其實台灣和土耳其 我經常說 天災聯合的輸人 人類的感情 還會越緊 台灣什麼 風,台,地動,山,榜江,昌昌 所以我們要很執行 跟這些天災 來到盾上相處 怎麼卻叫 土耳其最接受的 就是地動 所以就業的時候 他們第一位來 後來他們發生的時候換我們第一位過 所以兩邊建立很好的關係 蘇救全區以外 其中一位 老市長看到這個照片說 這個蘇救員 林泉員 我好像很面熟 他都腳電話回來了 問說 這個叫李信宏 原來啊 他就是離空空輸年散過 散過韓國第一倍第一位 今年二十年來他還在服務 所以這個故事 讓大家翻翻出來 蔡總廷這個高瞻原祖書 是說整個台灣的蘇救權 警權等等 都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蔡總廷 我們不是說他現在在日本 不然我們節目他也沒看 看不到 他啦 等於YouTube可以看 蔡總廷以前 還有人很感動 他對盲包的關愛 所以他去陳毅姐 導盲權訓練協會 全部訓練導盲權 你知道 那多困難去經營這個協會 因為很多人關機 什麼關了俄福聯盟 不能再關了啦 對 要關了這些 導盲權協會 訓練只要導盲權要一百五十萬左右 要訓練很久 穿得很穩定 一試出來 開始觀察 導盲權 優秀到什麼程度 你們可能不知道 導盲權 盲人牽著導盲權 導盲權 你不要說放鞭炮 泰山奔餘權設不便 打盲權不緊張 為什麼 你如果放鞭炮 狗子怕就擱擱走 狗子怕擱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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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子怕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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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狗子怕擱走 擱走 盲人就會被他拖倒 所以甚至於放鞭炮 導盲權都不擱 他動作不聽 甚至你拿刀子 他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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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背他的主人 把他主人拖倒 你知道要訓練導盲權多困難 你知道嗎 直接訓練到完 百五萬 那是謝長廷導盲權協會 一開始這樣處理 我跟大家報告說 高瞻原阻的政治人物 不容易碰到 所以靖遠 人家的高瞻原阻 你看 只有這雷拼 吃三四人吃不完 你嫉妒 羨慕還是不甘 有點羨慕 但是還好 這個我不是很愛喝那麼多酒 所以這個 不過裡面有茶 各種都有 茶葉是可以送我啦 蠻喜歡泡茶 什麼都有 他的茶葉你可能買不起 有一些茶葉鋪二茶 最多的 但是我跟你說他有 最多的西瓜 在拍賣的時候 最貴的葡萄茶一斤三千萬臺幣 在在那戶比市香港拍賣 曾經啦 那也許是不知道怎麼樣 我不懂 曾經有這樣子 那個我 我不是貨 我都喝那個便宜貨 一斤一千塊的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西瓜今年還沒收到 因為現在還不是季節 大概通常在這個夏天的時候 比較有機會收到 不過我看了一下 他這個完整的影片 就是說大家如果有看的話 大概這個影片時長 九到十秒 他應該拍好像是客廳嘛 然後這個電視倒下來 旁邊可能有一些漂亮的白色 然後又拍到這個旁邊那個區域 我覺得看起來有點像是放東西的儲藏間 但我是想說這個 不過現在他們家的酒樓多 我們那個家裡面住的應該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因為那個影片裡面有拍到這個 一雙這個網友講說那個是美腿 我看起來那個可能是 有可能是這個家裡人住在那邊好不好 其他人買給他 因為我想說他沒可能回家啦 他們都幾個人 大家民眾去算也知道 但是我講真的 因為這個倒下來 然後網友在那邊看那個影片 有人開玩笑說 那個沒有講這個影片的來源 他們以為是免稅店 你以為是機場的免稅店倒下來 你以為是機場的免稅店倒下來 想說是免稅店這樣子 這網友留言的 免稅店倒下來 會一批一批同樣的東西 這個都不一樣 這顯然都是不一樣的時間 然後堆積起來的 然後堆積起來的 對但講真的啊 我說這個 免稅店的東西沒那麼多元 他們家的東西比較像百貨公司 以這個夫妻喔 這個一個是現場 一個是立委喔 而且那個角色會交換喔 我講這個家裡面 不管是他自己買來的 還是人家送禮的禮上網來 我覺得這很正常 那重點是說 他怎麼會在這個時間 因為禮拜三早上地震嘛 然後大家通常是當天 然後我們就趕快 我們看到很多這個 臉書或IG上面 大家都在發自己家裡的這個慘況 結果好像是到禮拜五早上吧 還是禮拜四晚上 好像才發這個文 我想說奇怪 你是沒事找事是不是 大家在一片救災之中 然後這個小編可能找沒有素材 然後想要表現 所以就發了這個影片 到了這個 他的這個照片跟影片到臉書上面 結果馬上這個網友去留言 後來流一流之後 發現這個一開始刪留言 後來刪不了 整片文把它刪掉 我是覺得這有點公關危機啊 所以說這個 我覺得大家對傅昆吉溫柔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大家在講說 這個小編在拯救他的三節獎金 這個一不幸 要是他被老闆救責 他可能要多發一節 就是這個親民節的獎金 所以說這個大家不要對這個小編太苛責 這個是有點公關危機 但是要po這個 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請問小編怎麼進到他家去拍這個現場 第一個如果不是小編拍的這些禮物的倒塌現場 就是他自己拍拿給小編的 小編不會到他家去嗎 我講個難聽話 沒有啦 推給小編都沒道理 如果是公務 辦公室 那小編可以說我在辦公室 我可以拍 這個是他家 小編進不去的 有可能是這個家人 然後這個傳給爸爸媽媽 你看家裡災情很嚴重 你們辛苦了 然後他們可能就分享給辦公室 你看這個縣長跟立委家裡面 也這個樣子 分享小編就給他分享出去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不太可能 這個判斷可能要加強 而且尤其是這個時候 大家這個急著在救災 然後大家又在討論說 一些專戶 還有之前善款的運用 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這個你身為立委 花蓮的唯一立委 我跟縣長 你的臉書就專門這個專攻這個救災 這件事情 你說本來好像想到這個怎樣 你跟大家一樣很委屈 然後這個家裡都受災什麼 看起來現在大家沒有這樣子的 這個感同身受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以純粹這個臉書的這個行銷 跟公關操作來說 我是覺得有點悲劇 你是有點批評他 沒有錯嘛 我這個這個禁言將算不算 有點批評他 算啦 造口業會獲言子孫 這是傅君奇給你的評語 不過不要怕 因為誰造口業 誰會獲言子孫 上天自有安排 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 藍委質疑蔡英文 為何不去花蓮勘災 總統府說 讓第一線專注救災 不要添負擔 其實總統去的話 第一個大家知道 誰付一堆 這是法律規定的 法律規定的 我們的國安局的國安人員 還有我們內政部警政署的警官隊 官一隊第一隊警官隊都要過去 然後當地的警察就要去 有第一環有內環外環內衛外衛要這樣 會增加很多負擔 那有人說 要跟總統做報告 對 然後有人說 那副總統 副總統的誰付沒那麼多 這第二 然後再來行政院長 行政院當然要去啊 他一去要發錢啊 對不對 要給錢啊 救災啊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 如果總統去總統給錢 那人家說那行政院長算什麼 所以總統不去是應該的 這個時候不要增加大家的負擔 這第一點 第二點綠營有二十八位新北市的議員 各捐兩千塊招批 說捐太少了 所以羅有志感嘆說 不要道德綁架啦 呼籲王如意民眾黨你要道歉 有捐一個人捐兩千塊 我覺得也不錯 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我也相信 其實新北市的議員 有一些不只捐兩千 因為他可能從其他地方捐 譬如我舉個例子 新北市好幾個民進黨的議員 都是獅子會的成員 他們都有捐LCIF 就是國際獅子會的慈善基金會的 每個單位是一千塊美金 就最少三萬塊 像我上次在日本 我是捐了五個單位 那就十六萬多 然後指定到日本去 同樣這次我也會捐 我指定用在花蓮 所以其實有很多獅子會的人 他會捐給獅子會的LCIF 然後指定用在臺灣 所以其實不會只有捐兩千 不過縱然只捐兩千 又怎麼樣 不行嗎 你看王如玉竟然 轟綠議員說只捐兩千 小氣的離譜 柯文哲去掃到鳳台北 回說 哎唷 你怎麼去說這個 所以 告訴我 吳老師 捐錢 其實全臺灣 如果每一個人都捐兩千的話 兩千三百萬 哇 那個是四百多萬億 一個人捐一塊錢 就有兩千三百萬 所以不要批人家捐多少錢 然後我要問一下 那民眾黨你們到底捐多少錢 柯文哲選總統 他的總統補助款 個人拿到一點一億 我呼籲柯文哲 把這一點一億全部捐出來 這樣夠夠吧 所以柯文哲可能怕到 不才會說 哎唷 不能說這個啦 帶去想到我的補助款 我這次選總統賺一億一千萬而已 我們家身體去拿一個 哎唷 現在在種椅子 那也聽到 哎唷你不能說 說些人叫我關出去 所以柯文哲 你知道那塊種椅子的地 也可以關吧 大家再問啊 對 我覺得柯文哲很怕 損到風台欹 說真的 我還記得在25年921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家當然我們沒有那麼 沒有那個材料在關機 但是物資家裡有什麼棉被 盡量大家集中物資 那時候其實很多管道可以捐助 那我就回想到這一次的地震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要送小朋友去學校 家裡有東倒西歪 他的玩具掉地上 他很傷心很難過 然後我們家也 然後在對照著這個傅昆喜的照片 我想說怎麼差這麼多 我們家釣的是一些小小的東西 但是他家是滿地的禮品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在看待救災這件事情 或者是捐助這件事情 其實錢都不是問題 是在於說我們如何凌結社會的共識 然後社會的力量來去幫助大家 可以協助救災 或者是說讓災民能夠度過這個這段時間的難關 我覺得我們台灣其實社會上最有力量就在於社會的力量 又或者是說 其實我們剛才也討論到像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援助 我覺得這個這一句話就是如同蔡總統之前講的散的循環 我們在去年菲律賓發生地震的時候 去年是土耳其發生地震 前年是菲律賓發生地震 台灣都伸出援手 其實為什麼這些國家願意來這個時候提供給我們這麼多協助 其實這因為這就是要善的循環 那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台灣的社會 不管是捐助多少或是用什麼方式來捐助 其實他也是一種善的一個力量的累積 所以要去要去追溯這個捐多少錢 這個捐多少錢 其實真的是沒有太多的意義 因為畢竟這個時候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其實兩千塊 對很多的家庭來講 其實是很多 所以說他可以解決更多 在當下很多貧困家裡的問題 小朋友這個三餐不計 或者說因為就 因為因為災難的問題 他可能面對的爸爸媽媽 可能要工作等等這些 我覺得基本上錢多少不是問題 而是在於說 但是會會把這樣的事情凸顯出來 顯然心態 希望透過救災這件事情 希望災難去發所謂的災難財 希望透過這樣子累積政治上的口水 或政治上的能量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不管民眾黨也好 或是這位市議員來講 其實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是一種非常錯誤的示範 那如果從這個再對照 中國其實最近對我們這個疫情 這個災難的事情 其實也是一樣這種心態 一方面講說要提供救援 但是這個軍機軍艦又不斷的擾臺 然後更何況這個耿爽 他們這個在聯合國的這個代表 利用國際舞臺來去說 感謝國際社會對臺灣的援助 我覺得這個其實這個心態也是一樣 很多人希望藉由這個災難來去發政治財 同樣的這個邪惡的中國也是一樣用這種方式 這種態度來去吃臺灣豆腐或是消費臺灣 我個人認為其實在這一次的一個災難的問題 這個地震的問題 其實我們應該是看到臺灣到底有多少的能量去應付 很多國際社會在看著臺灣 臺灣這次在處理救災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肯定的 那為什麼那麼多國家願意來協助臺灣 也是因為臺灣過去對他其他國家的援助 也是深受肯定 要從正面的來看待臺灣這一次處理災難的問題 而不是怎麼總統沒有去第一線 或者是說這個各捐兩千這麼少批評 我覺得這個東西基本上反而讓我們看到 其實有些政治人物其實是小心眼 然後更何況傅崑奇的事件 其實剛才大家談了很多 我覺得其實只有一個字 做好做惡 你要做好人 但是就顯出你惡人的那一面 然後另外的 我們看到其實他不斷的好像看起來 好像要跟很多的民眾一樣 我家裡也是東倒西外 可是卻自負其短 或者是說反而聰明被反被聰明誤 我覺得其實從這一次的災難 我們當然一方面看到臺灣的社會力量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或者是尤其當然都好像都是非綠的政治人物 他們在這部分的表現 就讓人非常搖頭 這部分其實老實說 作為一個學者其實非常搖頭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教育學生 只能說我們期待善的力量可以在學校裡面 可以讓更多的學生知道 我們如果去協助需要幫忙的人 我以前當律師辦過一些案子 有一些人坐監犯科 你知道嗎 他竟然在拿給律師一大堆資料說 律師你跟法官講 我曾經在哪裡哪裡捐過多少錢 我曾經在家常委員會 哎呀捐給多少錢給學校 那個叫做花小小的錢 他要變成洗白變成大善人 很多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救災的過程裡面 其實不要說人家兩千塊 我們想要一個撿破爛的阿嬤 他縱然捐兩百塊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曾經我撿 真的撿破爛的阿嬤 他捐給我兩百塊 他真的要拿兩百塊到服務出來 你知道嗎 那有多感動 要收了不是 不收了不是 那兩百塊對他來講 是兩天的菜錢 他兩天吃飯都靠那兩百塊 你要收了不是 不收了不是 那這要怎麼辦 收了 然後想辦法再叫我們下面的辦公室的人 隔幾天想辦法去收集一些紙箱 趕快給他什麼 用這個來彌補 你會覺得有時候很心酸 但是在這個時候 當我們要救災的時候 每一筆預算都很重要 我們在救災的時候 就像我們在COVID-19 武漢肺炎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錢 是必須由行政院直接先用的再講 因為救災優先先用的再講 所以網傳攬尾提修預算法 斷救災經費 國民黨批說 這吃人血的饅頭 到底誰吃人血饅頭 等一下這篇專欄有寫 懷疑率消費花蓮大地震 黃宏輝說要發動網軍污子修預算法 會影響救災 他說污子嗎 絕對不是污子 因為國民黨的確要修預算法 要把特別預算刪掉 這的確陳教宏專欄刪除預算法 第八十三條第四款的玄機 徐心寧 國民黨的立委 草案是這樣修的 他已經提出去了 在預算法第八十三條 後面加上誕書 前向第四款特別預算 需經立法院之同意使得提出 二 將第八十四條緊急動支的文字敘述 全部刪除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國家發生重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錢 行政院可以先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行政院可以 不按照預算法 每一個科目的拘束預算 譬如說內政部有一筆錢 是要用給要給那個警政署的 這個時候警政署的錢 絕絕對不可以用到消防署 消防署的錢不可以用到營建署 部長的錢不能用到警政署 這個都是規定的 所以我如果有用證就交回去 警政局用證交回去 不能說我用村的沒給消防署用 警銷一家親 沒有這回事 但是如果國家碰到特別災難 我可以告訴你 警政署的錢可以給消防署用 因為消防署在救災錢不夠 警政署可以撥過去 可以撥過去 直接就撥過去 經過行政院長同意 所以內政部長可以說 你這個錢就給消防署用 然後跟行政院報告就好了 甚至交通部的錢 可以給消防署用 經濟部的錢可以給交通部用 預算法在國家緊急為難的時候 他的預算科目就不受限制 國民黨通通把它刪掉 讓你無從救災 因為救災就是要集中資源 他讓你支援 而且你要救災都要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 三讀通過 才可以動支這些錢 所以你難難可以提特別預算 但是要三讀通過才可以 所以請觀眾朋友們容我再用一點時間 把後面這個念完給大家聽 請大家耐著性子來聽 若依照徐欣營白紫黑字的修法草案通過 將會造成兩個後果 一行政院還是可以編列不定期或數年一次的重大正式的特別預算 但必須經立法院同意才能送到立法 立法院要先經過同意 所以你要編預算 你要送到立法院還是先經同意才可以送 送了以後還要再經過三讀 為什麼要經過你同意才能送 我編了就可以送啊 你可以三啊 你可以不同意啊 結果他說你要先同意說 經過兩次同意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的重大 這要經過兩次同意 這是明白侵犯行政院的預算提案權 幾乎可以直接確定就是違憲 不是幾乎可以確定就是違憲 因為預算提出的權 只有行政院有權利 這個等於把行政院要提預算的錢 要先經過立法院 變成立法院在提預算 這是違法的 這第一個違憲 徐靖穎的違憲 這國民黨通過的已經提出來的 第二個前三項的緊急動支 淡數都已經遭到刪除 也就是說當我全部特別預算 要編兩千萬兩千億 假設我編了以後 我就可以先動用 萬利利法院不同意 不同意那再來講 什麼叫再來講 行政院長負責 這時候決算不過 你行政院長負責 責是什麼就是下台 所以行政院長不會亂用 所以緊急動支的淡數 都遭到刪除 所以屬於重大災變的 特別預算 若未經立法院三讀審議 行政院一毛錢都不可以先動支 我們這裡有立委 所以包括剛剛傅君奇的事 這一些提特別預算的事 人家在救災 他們都是在牛後腳 所以阿建特別預算 其實你當議員 還有你也當過立委 你在民國九十四年到九十七年 你也是立委 這個你非常熟 我到處抓捏 這裡讓大家知道 阿建這是來計分的 勇哥 各位陳如你剛剛說的 第一點 他這個國民黨的提案 嚴重侵犯行政院的預算提案權 預算的提案 本來我們執政的團隊 行政院他本來就有這個管理 也有這個議員他的質疑 他的質疑就是根據我們天主席 譬如我們政上的建設 就要多少 他就要預算來提案 包括緊急的預算提案 就是救難 救難錢 這過去在我們臺北市議會 勇哥那時候我們一起當議員 臺北市議會各級議會 甚至把這個預備金 救難預備金都事先 先大概預估每一年 大概會有多少天災 那這樣的救難預備金需要多少 至少都還先編好 那對中央那更不用談 中央要救助的 如果天災的話 那不只是一兩個縣市 可能二十二個縣市都會碰到的 所以這個國民黨的提案很清楚 他就是要讓你不做事 要讓你這場團隊 你處處都碰壁 每一項你都沒辦法做 但我覺得他每一項都 你都沒辦法做的結果 這是拿石頭砸 我們全體國人的腳 尤其是碰到天災 天災說實在話 這個不但天災不但不可測 不但隨時有可能來發生 但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應該是我們全體國人共同來精進 如何對災後怎麼樣來救難 如何能夠來更凝聚 能夠快速的 那對發生災難的地區提出救治 所以這樣子的方式 必須由中央統籌很快速的 研請專家學者趕快凝聚 趕快找出這個處理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不管哪一個方式 都是需要預算 都是需要錢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 等於直接就卡死你 第二個最嚴重的就是 那未來變成說即便讓你有提案了 那提案審查了之後 沒有經過立法院刪讀通過 一樣不得動之 那天啊 要刪讀通過那很清楚 如果一般正常的年度預算 可以 大家可以在預算會期裡面慢慢商量 可是如果遇到天災 遇到緊急救難的時候 這如果還要再等三讀通過 那坦白講 那你乾脆直接說 那就不讓你做就對了 我覺得這非常惡劣的 所以這一次的天災 花蓮的地質讓我們看到很多 讓我們看到我們人 我們除了國際友人這些愛心 我們自己國人的愛心以外 也看到一些特權 原來我們花蓮的大家長 長年以來大家給他的美譽說花蓮王 原來他背後有很多 我們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原來他習以為常的 花蓮有三十萬位民眾 有二十萬位選民 對他而言原來這麼十幾二十年來 他幾乎天天在送禮 他要把二十多萬位選民 每一位都送過一份禮物就對了 而且最糟糕的 是在傅君祺的眼中 他竟然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對 他不認為 他反而吃定了說 人性啊 拿人的手短 吃人的嘴短 拿了他的禮品 吃了他的東西 那你到時候選票 該怎麼投 那你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事情 讓我們看到原來花蓮王的真面目 原來他選舉的高招 就是原來平常他就準備好這些精美禮品 在送禮 而他一點都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 有人說網友說這精美禮品不是他要送人的 是人他送的 人家送他的 這到底是怎樣 大家也搞不清楚 不過看到那些禮品 大家都傻眼 所以青皇 看了刪除預算法 第八十三條第四款的玄機 這是上報的陳嘉宏專欄 我今天特別的讀了他這一段 我對陳嘉宏寫的這一篇 我是戰略有加 他真的是看到問題的重點 所以青皇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這個預算法的問題 其實跟這次的救災 我覺得國民黨其實說真的 就是在特別預算的使用上面 一直在執著在說 到底是使用什麼科目 什麼項目 然後一直告訴大家說 這個相關的編列 其實他們要的只是要審議而已 但其實特別預算即便編了 就是依照限期的法律 也是要立法院要審議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最後還是要決算 是啊 還是要決算 沒有決算不通過的話 有問題的話 行政委員長是要下臺的 而且後面還有監察院跟審計部 後面還是有監察院跟審計部 而且如果真的亂用 有違反貪污自罪條例的話 可以移送法辦 是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國民黨的人一直在解釋 一件事情一直在說 其實我們有第二預備金 第二預備金應該夠 第二預備金怎麼會 這種災難怎麼會夠 不要亂說 我剛剛舉兩個例子好了 那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 這個勇哥其實應該有印象 就是說在這個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 當時馬英九當總統對不對 他是不是說那個時候為了因應金融海嘯 然後要提提升經濟 所以他是不是提了一個因應金融海嘯 計畫出來 當時編了多少錢 當時編了一千五百億出來 這是第一個 請問一下 他說因為經濟危機的關係 提了這一千五百億 後來不是也一樣是立法院要審議嗎 那有什麼不一樣 第二個來當初的八八風災提出來四年要兩千億 這件事情請問有沒有 也有啊 所以特別預算這件事情 請問這兩件事情 我們用國民黨邏輯來問好了 這兩件事情 第一有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有吧 第二個這兩件事情都是第二預備金可以處理的嗎 一個是八八風災 一個是金融海嘯 請問哪一個件事情是第二預備金可以處理的 都不是嘛 所以你可以發現事情的本質跟國民黨現在解釋的 就不是同一件事情嘛 就一樣有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然後一樣有這個 我們講說他一樣不是第二預備金可以處理的 但是國民黨現在都拿這兩件事情來解釋 但眼前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眼前我們看到的是像你連現在看到這花蓮地震的事情 請問這個東西不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告訴大家 這些東西就是特別預算需要使用的範圍嗎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提出這件事情出來 自在政治攻防的機率 以及他的目的遠高於這件事情 他們本來想要達到的效果 所以敬遠 民進共第二預備金我我曾經碰到一年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一年颱風特別多 第二預備金就到了八月九月十月都是颱風 不夠用啦 所以趕快再提預算 不夠用啦 那今年我們這個剛好颱風季節還沒到 颱風季節是大概六月以後才會到 我們的地震發生在零四零三四月三號 所以現在的第二預備金看起來 來救這個地震是夠的 如果今天風太來十個來報的來六個來七個來 要怎麼辦 所以第二預備金基本上不可能是夠的 因為他是經過評估說明年可能有幾個颱風 有什麼 但是沒有想到有這麼大的地震嘛 所以我說政府政經委 你們國民都要收集這種法律 你們自己用的時候都很爽 然後現在失去政權就不爽 這樣子會不會太短視了 當然第一個這個民意代表為人民的荷包把關 或者是嚴格的監督審議 這個本來就是天津地獄了 那這次他們提案修法是說要刪這個第四款 那關於說這些天災災變這些要起用 是在這個第二款與第三款裡面 就是說第一個如果發生這種 像是這次這個大地震啊 或者是說像當年這個金融海嘯 這種經濟大蕭條的情況 這個都可以用這個同條第三款 這個重大災變裡面來繼續提案 而且講真的 假設比如說今天這個花東這樣子的這個大地震 那發生 然後我們真的發現第一預備軍第二預備軍不夠 真的需要去提這個特別預算的話 哪一個立委敢打 我覺得一定不會有 那為什麼他們這是要這樣 不是不是 最重要我要講一件事 我剛剛我剛剛有講到 大家有聽到 他是沒有注意的 他的預算是可以從各個部會可以挪的 我剛剛講過 如果警政署還有預算 現在在救災 消防署不夠警政署的預算 部長可以要求警政署 你這筆錢就挪給消防署用 營政署的錢挪給消防署用 甚至消防署的錢 有一些錢可以挪給空情總隊 因為飛機飛太多了 油錢不夠了 給他們用 這個如果刪掉的話 你說等到他們審議 我當下就要用 等到你審議完 好啦 那你審議最快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就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預算法裡面這個規定 還可以挪用 部會裡面各個單位可以挪用以外 各個部會之間也可以挪用 這才是重點 現在的制度有第一跟第二預備金 假設今天如果這個連第一預備金已經使用了 甚至連第二預備金都已經動用 或者是快要用完了 這個時候一定行政部門會示警 甚至要跟立法院報告 那是不是要先趕快來編列相關的特別預算 因為包含說過去 無論是馬政府執政時期 這個莫拉克風災 88風災的時候 以及這個全球金融海嘯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有這樣子編特別預算 然後甚至連這次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時候 那個蔡政府也有編列 所以說今天不管是藍或者是綠執政 或者是藍或綠在立法院是多數 看起來如果真的是國家有緊急狀況 真的有需要使用特別預算的話 我認為都會提 那這次主要 我認為他們提案修法 他們提案修法 第一個 違憲 第二個沒有考慮到這些因素 我剛剛講的 每一個部會或每一個單位之間的挪用 甚至觀光署 這個時候我們都已經發生大地震的 你觀光局觀光署 還要花一億兩億去做到國外去做宣傳 幹什麼 國外都已經要宣傳台灣地震的 你要做什麼宣傳 你去宣傳人家也不會來觀光 假如很危險的話 這個時候這個 他們單單海外的觀光預算 我印象中有將近兩億 這兩億就可以馬上挪過來去救災 可是如果平常挪過來救災 我告訴你觀光署長準備抓去關 可是在這個時候是可以的 這才是預算法裡面 特別預算裡面的重點 都沒說到這重點 這就是國民黨 難道你們沒有人懂嗎 不是勇哥這邊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你看靖遠剛才講的 他就是講那一二三四點 在本條的文字裡面就是有一句話 叫為因應情勢的緊急需要得先支付其一部分 因為有緊急需要 所以我們在講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 什麼國家重大經濟變故 重大災變不定期或一次數點 我們在講不是這個 我們在講是他下面的文字的部分 還有一個叫做因應情勢的 所以需要得先動作部分 學生的方法是把這個打掉的 不必經過他都只可以直接 因為緊急要用嘛 而且勇哥你剛剛講的這個挪用 其實在主計法裡面就有定了 就是說在總預算的十分之一 不超過一成內就可以挪用 而我們國家一年的總預算是多少 像今年兩兆九千億 所以照說如果這個挪用在兩千九百億之內 其實政府就行政院就可以下命令 直接先動之 所以國民黨這樣子提案 完全是為了撤走我們行政團隊的一些作為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個重點 所以其實很多人不懂 甚至有人當了民意代表 當了好幾屆也不辦 所以他亂刪亂編一通 這一些法律他亂改一通 我不客氣的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有一天 我相信靖雲會當民意代表 你要記得這一些 我今天講的都廢腑之言 因為我民意代表 我當過議員 當過立委我知道 我也當過首長我知道 好 我們要讓他了解說 這一次真的是希望不要去隨便找亂講一通 波瑋你特別預算有沒有要補充的 這個部分很簡單啦 我簡單說就是說 這特別預算 我們就看過期 其實過期有發生過幾天重大事故 那包括到最近幾年就好了 我們有做過什麼 疫情 疫後復蘇 那時候你都在了 都在了 你都有 你都第一個結束而已 我這孫八道可能 歷書以來一個月期 這孫最多到的 他每一次都第一個結束 對 那這不重要 這很重要 這怎麼不重要 剛才世間前衛委員說得很好啊 這是立法 這是行政院的提案權 你用立法院的提案 同樣否決掉 讓你要拿的時候 拐腳拐腳 我來報告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風災也好 帝黨也好 幾乎都會用到這個東西 包括全國 都會用到 但是有一項 台灣的蘇晉 只有有一項 街用的沒有用的 叫高雄氣爆 這很嚴重 對 那間公司那時候 你怎麼定期還 稅金交代百 這個發生 這頂的重大事 不知道 他的稅金都交在台北 剛是爆炸 是爆炸在高雄 對 結果那個時候 毛治國 說不立專法 沒有 江儀化 江儀化說不立專法 不設特別預算 不變特別預算 有沒有 那時候我還小時候看的 會會 什麼意思叫不變特別預算 其實這條簽約就是這樣 後來你做理會都拚了 對啊 他這就是政治恐慌 在開高雄 對啊 所以我這就讓柏維來 3Q來講一下 當時的高雄的氣爆 高雄氣爆非常嚴重 照理講 也就是像這個 特別預算可以挪用的 可是呢 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 不支援都沒有機會 好 這個議題 我們會再繼續的來追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一定要談就是馬英九 他到中國去訪問 美日峰會同天兵場講話語權嗎 傳馬熙二會要延至四月十號登場 而四月十號剛好是美日飛 他們要見面的 這領袖要見面的 赴中國談話 與習近平論述高度雷同 所以馬英九的講稿 遭質疑是北京提供的 所以你看看習近平定調馬熙二會 反台獨 反美日勾結 結果馬英九的講稿 跟習近平一樣 所以呢 蕭旭成竟然怎麼講 他說馬熙二會十日要見面 是國安人士編故事 瞎掰功力令人探為觀止 可是你沒有否認他十日要會面 假如十日會面的話 蕭旭成你給我出來道歉 我先講 再來追思鄭南龍 這個時候當馬英九 在中國一個沒有自由民主的地方 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你的講稿可能還經過習近平論事的一樣的 看一下追思鄭南龍 民主自由是台灣人內建的基因 這蔡總統講的 大家會不會有點 不知道怎麼講的感覺 先看馬英九 他在北京 罵日本 我們看一下 馬英九緊握七七事變 親歷著的手密切互動 抵達北京第二天 參訪盧窟酬抗日戰爭紀念館 兩岸人民都曾經被日本軍閥 欺凌迫害傷亡慘重 在北京有感而發地 抨擊當年的日本軍閥 馬英九在馬熙會時候登場前 說出中國愛聽的話 而且冬天還強碰華府舉行的美日峰會 峰會預期探討東海南海 以及台海的安全情勢 馬英九這一舉移動 屡屡周到綠營質疑 限缺他的自主性主體性 配合中國的統戰的套裝行程 中國的企圖是司馬昭之心 入人皆知 所以馬英九就成了一個最好的棋子 最好的最佳男配角 我持續的在關注馬英九前總統 也是馬英九先生他在大陸的行程 我不適合去評論一個個人的行為 他定調上好像是以私人的身份去 陸委會緊盯馬英九言行 但這回行程幾乎都由中方安排 有濃厚反美反日大一統特色 馬英九的克水主辯 甚至加碼喊自由民主均富 統一中國的話 學者解讀是在為馬熙會推波阻攔 這種中國政治經濟孤立的情況之下 正好可以幫習近平擦枝抹粉 這個就可以讓台灣被國際上認知為 這個脫離美日的自由民主陣營 變成跟中國的這個專制獨裁陣營 放在一起 學者優心馬英九想追從歷史定位 同時可能也讓台灣被貼上標籤混淆 國際視聽 追思鄭能龍耐清德守護言論自由說 不讓認知作戰破壞台灣 所以看到馬英九的行徑 在追思一下自由民主 看到鄭能龍他的自焚的紀念日 吳老師不聲唏嘘 是 確實是不聲唏嘘 我覺得有三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先理清 第一個 馬熙二度會真的會辦嗎 這個其實大家被這個風向轉來轉去 好像是從4月8號轉到4月10號 看起來好像要辦 可是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這個還是需要持續觀察 第二個 從馬辦執行長的反應 好像我們檢視馬英九這件事情 好像做對了什麼 因為他看起來不是只有這時候生氣 出發前的時候也是大力說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看得出來好像說 第三個我覺得要去思考 藍綠 馬熙 國共 他們到底各自要什麼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跟台灣 其實某個程度上 根本沒有顧慮到台灣 就是說我們看到其實鄭楠龍 這個言論自由日的重要性 其實根本就是對他們來講 根本就不重要 好 我們從馬英九這一次 前往中國前的反應是什麼 他前往中國前的時候 大力的再去敲鑼打鼓 4月8號就會跟習近平見面 馬英九的辦公室 多麼期待這樣的事情 然後甚至在馬英九前往之前 在機場的時候 還說他去是可以解決 甚至說希望不要兩岸發生戰爭 他的風箱只在帶帶到 到了中國呢 嘴巴還是依舊的靠著中國 講了很多話 九二共識 反台獨 這個不管是他演講稿 跟習近平的雷同 甚至還哭了 還哽咽了 到了這個孫東山故居也哭 到了這個黃花乾 這個看了這林絕民的 這個語氣結別書也哭 然後到了紀黃帝林也哭 又哭了 所以話講了 哭了 窮盡表現 就是希望可以見到習近平一面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馬英九真的是很期待 這個不管怎麼樣 就是一定要跟他的老朋友見面 但是呢 我們就回到老馬想什麼 老共想什麼 老席想什麼 他這個老朋友在想什麼 很簡單 老共想的是 馬英九確實是他可以做統戰的對象 但是呢這回合的統戰跟2005年 19年前連戰去的時候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這一次二月的時候 中共的對台工作會議 強調的是戰略主動 就是不是不讓你講了啦 你這樣講那些好聽的話 基本上現在兩岸的事務 是北京說了算 所以老馬去 基本上老共想 雖然你是可以統戰的對象 但是話都不能是你在講 第二個 老習在想什麼 我們也看到這一次的對台工作會議裡面 中共的對台工作會議講了什麼 要團結要支持台灣內部的愛國統一力量 所以如果你要跟習近平見面 你要先把這個牌亮得更清楚一點 還有這一次的對台工作會議 老共又講了完全統一 什麼叫完全統一 以前講的一國兩制是不完全統一啊 香港跟澳門一國兩制是不完全統一啊 他現在要完全統一 所以不要再跟我講兩制的事情 所以呢九二共識也沒有認為 所謂的個表的問題 老馬要講清楚 才有勞勢才會買單啊 老馬想什麼 老馬想的是 他希望可以在兩岸可以有一個定位 而這個定位是要取代連家過去 從二零零五年開始經營了十九年 快二十年的買辦的生意 所以老馬希望的 可是問題是老共也很清楚啊 你有沒有這個能耐 你有沒有這個實力 我們看到這一次馬英九前往中國 國民黨好像蠻安靜的 可能因為台灣這一次遇到這個天災 地震的問題 所以整個台灣內部的輿論 沒有符合馬英九的期待 但是呢看起來國民黨好像 對馬英九的仿衝這件事情不太期待 所以呢到底他可不可以成為 具有這個所謂國共 或是藍紅溝通的這樣的角色 這樣的地位 我覺得老習或是老共是懷疑他的 第二個 老共在思考馬英九這件事情 也會認為到底馬英九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耐 譬如說那麼多的管道 我需要馬英九嗎 那再來是他真的像連家那樣子 可以關關關西這麼好嗎 我覺得馬英九基本上 其實被看破手腳 為什麼四月八號 明明就四月八號 喊四月八號 拖到回台灣前一天 可能四月十號見面 如果假設四月十號沒見面 反正見不到習近平 如果見到王滬林 馬英九滿意嗎 我相信馬英九會滿意 因為比以前好 之前只見到宋濤 所以顯然這一次 不管是馬齊惠也好 或者是馬英九仿衝這件事情 基本上馬英九真的是 讓台灣人非常失望 讓台灣人失望 人通失望透頂 對馬英九八年執政 疑似無成 產業薪資沒有一向做好的 然後現在退位之後 也不好好的帶來台灣 然後跑去中國這邊 他們的辦公室主任蕭旭成 來那邊說什麼 國安人士對故事瞎扯 瞎掰 令人嘆為觀止 不知道怎麼回應 為什麼蕭旭成不知道怎麼回應 蕭旭成自己也不知道 會不會有馬熙二會 要不要馬熙二會 就是習近平說得算 習近平他一聲令一下覺得 好我想要見馬英九就見得到 他突然轉個念頭 馬英九就直接回台灣了 所以換句話說馬英九 是一點尊嚴也沒有的 去到習近平面前 習近平原本也不想理馬英九 只是因為中國最近四面楚歌嘛 然後北韓比較親俄羅斯 然後越南跟美國關係越來越好 然後菲律賓跟美國關係 也就是走在一起 跟台海產生的一個防線 然後日本還在美國彼此之間溝通之下 武器可以開始出口了 所以後來發現是說 中國因為沒有朋友狀況下 只找到一個朋友 就是這個什麼都不會 只會親中的馬英九 只有他還相信著習近平 所以阿堅 怎麼來看馬英九這回事頂尾 我看馬英九這回事頂尾 馬英九這回事頂尾 馬英九等於說把他的剩餘價值 那要跟中共來換取 能夠換得他馬英九 在我們臺灣的中共的代理權 而且是獨家的代理權 他希望能夠爭得這一個 這一個代理權 那但是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燈 中共也知道你馬英九 到底有多少金量 馬英九現在在臺灣 這個知識度幾乎是躺平 連統派的喔 那麼極統的也沒有出來 呼應馬英九 所以馬英九這次去代表誰 我覺得這才是夠悲哀的 然後就說馬英九 你如果只是一般的民眾 那中頂山林各有其志 你愛中國那你回中國去愛 你要愛怎麼樣跟他們宣揚 怎麼統一那你家的事 沒有人理你 可是就因為你當過我們臺灣八年的總統 所以好歹你有這樣一個名號 所以我們看起來覺得很悲哀 就是說照現在這麼看 習近平幾乎是不太可能 也不把他放在眼裡 即便馬英九在三個月前選舉前 他還講了關鍵的幾句話來捧習近平 他說請大家要相信 在兩岸關係上面要相信習近平 即便他這麼講了 習近平很可能也不會跟他馬習會 所以對馬英九而言 他如果這一次見不到習近平 沒有辦法馬習二會 那馬英九等於賠了夫人又擇兵 那對我們兩千三百萬人來講 我們覺得真的是情何以堪 畢竟你還當過我們的總統 你竟然把自己的臉 最起碼的尊嚴 留在地上任由習近平 任由中共踐踏 所以馬英九賠了夫人又擇兵